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光看孩子身世可怜就给了他一些零花钱 而阿光和高尼让大吉对老千这个职业充满了好奇 也许天赋异禀 大吉从小擅长赌牌 长大后的她虽然只是一个外卖小哥 却是远近闻名的花牌高手 在一次牌局上 大吉虽然大杀四方 但美娜的出现却让她对赢钱没了兴趣 美娜是名副其实的野蛮女孩 只看了一眼 大吉的魂魄就被她勾走了 回家的路上 大吉发现爷爷又偷偷溜出去 赢得精光的爷爷被爆炸头用棒球棍收拾了 甚至还威胁要拍下她偷裤子的照片 大吉赶下救下了叔叔和爆炸头对了个面 打斗中爆炸头的肚子被铁罐刺破 大吉妈妈拿钱让她出去躲一段时间 逃跑的大吉路过美娜家时向她示爱 还承诺下次见面会向她求婚 一番操作后她继续逃亡 来到首尔后 大吉找到了发小查理哥 查理在一家赌场做老千 大吉希望跟着他自己能够混出名堂 刚到首尔的大吉只能租到半地下室 虽然生活很艰险 但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经过高社长的考验 大吉在赌场后厨谋到了工作 高社长的赌场是一个纸醉金迷 但管理友方的时间 有专门放高利贷的老板小爷子 还有专门设局做老千的徐市长 听了查理的介绍 大吉收益匪浅 之后她因为出色的外表在赌场混得风声碎起 一天赌场来了一位一袭红衣的漂亮女人大波浪 她的美貌性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当然也包括高社长 他听说大吉在家乡是花牌高手 晚上让他凑手来玩几拍 玩牌时 查理出老千差点被抓 大吉帮他解了围 这一晚大吉的老千之旅正式开始 他所向皮尼欲佛杀佛 很快成了赌场的头号牌手 帮高社长赢了很多钱的大吉 终于搬出地下室 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 这一天 大波浪向他哭诉每次都输钱时 大吉决定叫他玩牌 在这个成熟女人的几番勾引下 两个人很快共欲爱合成了情人 这一天 高社长召集手下开会 这一次他们准备做局赢大波浪的钱 他们说大波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寡妇 她大概有一百亿的遗产 这次高社长准备赢他三十亿 而这次让人意外的是 徐市长推荐大吉做赌手 按照计划 他们先输后赢 在这番操作下 大波浪前期赢了很多钱 大吉不忍心情人落入圈头 偷偷告诉他 今后不要再来赌场 可没有想到他告诉大波浪的计划后 他还是再次来赌场 最终赢了很多钱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听说徐市长开始在其他赌场做远征 大吉也想去其他赌场 赢钱来证明自己 一天 查理带着他和保镖 来到张东直的赌场挑战 张东直说 自己侄女对花牌也很感兴趣 当女孩走进来时 大吉惊呆了 原来正是让他魂牵梦营的美娜 看到浓妆艳抹的美娜 大吉觉得很生气 在之后的排局上 就和张东直杠上了 几圈排下来 张东直输了不少 查理警告不要赢太多 大吉都不停 在张东直放了个臭屁 美娜起身开窗后 大吉的排越来越差 最终输了九亿九千万 被迫签下每月还款 八千四百万的合同 而这一切也只是一个局 是高社长知道了 大吉和大波浪的情人关系后 以为他们联手骗自己的钱 所以找到张东直来收拾大吉 被追追的大吉 不仅卖了自己的房子还债 甚至还被人贩子 割掉一个身卖掉 而这些钱 却只能抵两个月的债而已 之后 查理告诉大吉 高社长被警察抓了 小老板和徐社长也逃跑了 身无分文的大吉 落到了捡别人的剩饭吃 这一时 美娜找到大吉 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离开这里 看到大吉的惨状 美娜说了实情 原来大吉被陷害的背后黑手 正是查理 正是他换的牌 大吉才会被害得这么惨 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出卖 而张东直这个混蛋 甚至要榨干自己最后的价值 被这些人攒在手心玩的大吉 非常痛苦 美娜希望他离开这里 不要一直颓废下去 可离开的大吉 依然靠赌博为生 而他手上的伤 让他出签的速度慢了很多 就在他一次出老签被抓时 阿光救了他 大吉自此就缠上了阿光 想拜他为师 看到阿光 他想起了高尼 他劝大吉换手来练习出老签 还警告他要用心来打牌 并且要学会打心理战 就在阿光说这些的时候 突然车胎爆了 原来修车店老板 故意在路上做了手脚 赚过路车的钱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事 自己也成了阿光和大吉的猎物 经过几次赌局 阿光带着大吉赢了不少钱 大吉也真正开始学习 阿光的神本身 无论在田间地头 还是婚丧嫁举 他们都混迹其中 经过多次征战 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一天 大吉问阿光 脱光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藏住一张牌呢 阿光说老亲的嘴 是什么都能吃下去的 这时 大吉看到一千人在殴打查理 他下车问查理 为什么要骗自己 查理说他非常嫉妒大吉 才会这样做 而且 自己最后还是被徐社长出卖了 原来那次排局 要走的高杨不是大波浪 而是高社长 查理还告诉大吉 美娜因为他被卖给了赌场 这个消息让大吉很震惊 他决定要救出美娜 到赌场后 大吉发现 老板竟然是当时被误伤的爆炸头 薪酬救恨一起算 爆炸头要求大吉和美娜赌一场 而且无论谁赢 输家都要留下一只手 这个规则非常不合理 因为不管怎样 大吉和美娜都无法全身而退 最终 大吉赢了美娜 但他却把刀插到了自己的手上 看到这一幕 美娜心疼地帮他包扎伤口 大吉烧毁了美娜的卖身器 还多浇了武艺 才带他走 终于摆脱了烂泥潭的美娜 回到家就陷入了沉睡 阿光劝大吉 不要再赌博了 他说历史上最有名的三个毒手 分别是平先生 一只耳和阿鬼 平先生最后惨死 一只耳的耳朵和手都被阿鬼弄残 阿光希望大吉可以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 当晚 大吉带着美娜到餐厅吃饭 美娜告诉她 是因为张东直看上自己 于是设计线还让哥哥入狱 她说 自己很希望大吉可以找到更好的女孩 但大吉说没有女孩 能比得上救上自己一命的美娜 于是 他们这段苦命鸳鸯 终于在一起了 张东直回到赌场 多知美娜被救走非常生气 她狠狠地骂了爆炸头一顿 还让她立刻查清楚地址 此时美娜 阿光和大吉 在开心地逛着街 他们计划开一家饭店 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一时 张东直的手下找到他们 要带走美娜 混乱中 大吉被打翻在地 在阿光带着美娜逃跑的时候 被张东直的手下追上 虽然阿光奋力反抗 但最终 他和手下两个人一起摔下了包 看到阿光的惨状 大吉觉得非常痛苦 阿光一时一有 教了自己很多东西 自此 在她的心中 种下了复仇的种子 美娜到监狱里 看望哥哥时告诉她 爆炸头的赌场被查封 只能到张东直的赌场去干活 哥哥警告妹妹 千万不要再做危险的事 毕竟还有两个月 哥哥就要出狱了 美娜希望哥哥出来后 他们可以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美娜还是想要复仇 利用不过她的哥哥 告诉一个 只有做赌局的赵专家可以帮她 大吉承诺 事成之后付十亿筹金 赵专家和她的朋友 答应帮忙做局 经过一番操作 他们先抓住了胖女人的痛处 之后 胖女人把美娜引入赌局 准备赢她的钱 可在胖女人的精心安排下 自己被美娜赢了所有钱 下一个目标就是徐市长 她和小老板两个人 当初骗了高社长一大笔钱 现在准备买房生孩子 在胖女人的引荐下 美娜进入了他们的赌局 而这一次 美娜竟然赢了27亿 面对徐社长和小老板的求饶 美娜说这一次赌局 用的是叔叔的钱 所以需要请示一下 当美娜嘴中的叔叔走进来时 徐市长和小老板吓坏了 因为这人正是当初 他们骗的高社长 高社长以牙还牙 找来人贩子要卖掉他们 此时 蛇蝎美人大波浪还在吊铠子 大吉找到他 希望他去骗张东直 可张东直却对大波浪的提议 并不感兴趣 他推测出他背后的大吉 是来复仇的 见张东直对自己的美人机没反应 大波浪大骂张东直是太监 其实在大吉的计划里 大波浪只是第一步 其实他真正的计划 是找到张东直藏钱和账本的地方 一过端了之后 大吉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警方 就这样 张东直的身份被曝光 并被警察通缉 给了大波浪他该得到的 大吉准备和美娜金盆携手 让他想不到的是 大波浪竟然找到了被警察通缉后 东躲西藏的张东直 就在大吉和美娜准备离开韩国重新开始时 张东直抓了赵准夹和朋友 威胁大吉要钱 换人质时 大吉用假钱换了人质 在他们开车逃亡时 张东直也开车追了上来 没有赵赵的美娜 车技竟然出神入化 就在他们以为终于要甩掉张东直时 他们的车突然被撞翻 拿到钱的张东直 带着钱迅速离开了 而缓过来的大吉 只看到美娜下身流了很多血 张东直给大波浪一些钱后 准备偷渡离开 就在他准备上船时 被人套住了麻袋 暴打了一顿 原来 蛇蝎美人大波浪 吃了上家吃下家 而爆炸头竟然是他的同伙 在这一场贪吃蛇的游戏中 大波浪还是单纯了 在他喝下爆炸头给的饮料后 被扔下了车 在他们的世界里 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用还有什么呢 医生告诉大吉 美娜流产了 这样两个人都很痛苦 此时格格出狱了 被打晕的张东直从垃圾堆里醒了过来 找到了想要逃命的大波浪 而爆炸头此时却带着钱来到阿鬼家 原来他是阿鬼的侄子 一直以来他都想得到叔叔的认可 爆炸头告诉阿鬼 钱是自己赢来的 可急警的阿鬼 在检查了箱子后 发现了跟踪器 此时大吉也赶到阿鬼家 阿鬼终于知道爆炸头带来的钱 不是赢来的 而是从张东直手里偷来的 而这时张东直也来到阿鬼家 冤家见面分外眼红啊 大吉和哥哥准备动手时 阿鬼提议用赌来解决这件事 赢的人分钱走人 输了的人留下性命 约定的这天下着大雪 来到赌局的每个人 都在这凛冽的天气中 沾染了些傻气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 势在必得的决心 张东直把大波浪带到了赌局 美娜大吉还有哥哥也来了 看到眼前的人 阿鬼说这是适合赌钱的日子 开始前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张东直要求大家脱光衣服赌牌 这样就不会有人出老千 大波浪提出用自己带来的牌来赌 以避免作弊 而大吉只是说自己要喝啤酒 游戏开始 大家都脱掉了外衣 只穿内衣来打牌 几局下来 大吉发现张东直的眼睛似乎有机关 他想起阿光说老千的眼睛 必须要看透现实 而阿鬼也发现了花牌的玄机 他就来手下 把带花牌来的大波浪带了出去 虽然大波浪一直说 是张东直让自己把牌带过来的 但所有人并没有理他 大吉想检查张东直的眼镜 却被拒绝了 之后阿鬼又让人拿来新牌继续读 这一时 阿鬼说阿光的手是自己砍掉的 听到他侮辱自己的师父 大吉很生气 决定局开始了大吉发牌 发牌后 突然与美娜交换了眼神 看到这一切的阿鬼说 大吉用美娜的内裤出了老千 他就此时发难 用酒杯扣住了大吉的牌 如果大吉给自己发了一顿石 那他就是在出钱 而张东直也趁机落井下石 这时 爆炸头掏出枪 顶着大吉的头让他开牌 开牌之前 大吉说阿鬼被砍掉手时 也是类似的场景 因为自己的舅舅正是高尼 开牌后 大家发现 大吉的牌只有一个石 他并没有出老千 张东直不死心 还要美娜脱下内裤检查 这一局 大吉赢了 当他准备带走所有钱时 张东直让爆炸头干掉大吉 阿鬼这时也让爆炸头开枪 干掉高尼的外甥 而哥哥突然开枪 打碎了爆炸头的手 他捡起地上的手枪 指着所有人 美娜突然抢过哥哥的枪 想要打死给自己 带来无限痛苦的张东直 最终 他没有动手 因为这样只会脏了自己的手 可张东直却没有就此放弃 他突然关掉了灯 这时枪声响起 张东直最终还是被打死了 爆炸头被扔出房间时 张东直也准备复仇了 他看着大吉最终 关上逃生的门 准备离开时 美娜发现哥哥中枪了 这时哥哥突然用枪威胁他们 带走了所有的钱 之后 大吉和美娜在新闻中得知 哥哥因为中弹后失血过多而死 领了哥哥的骨灰 美娜很伤心 他们准备吃饭时 有人送来快递 这正是哥哥在临死前 给他们的一封信 原来 哥哥当时是为了引开所有的注意 才把钱带走的 他临死前给他们留了地图 指引大吉和美娜 找到大部分钱 这一笔钱 足够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了 临走前 大吉摸出手中的花牌 全部扔到地上 两个人都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全篇完 《老千二》和第一部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感觉里面杂柔的爱情 都具有偶像气质 但最终导演还是希望 通过片子劝劝观众 赌博害人害己 最好及时收手 就像阿鬼在电影里说 打个花牌 真是什么事都干过了 这话非常真实 因为为了玩牌 有些人真的是什么都干 而电影里出现的多次反转剧情 其实也暗示了人生 你以为你做个局 就能圈住钱吗 不 也许你从此只会让自己 陷入人生的黑暗 好了 我是犯罪社长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